大家好,我是阿灿 孩子想要吃鸡翅,不要总是可乐了 自从学会了这个糯米蒸鸡翅 家里三个孩子隔三差五就炒着要吃 而且每次做这么一大盘都吃不够 做出来软糯鲜香,营养美味又好吃 用它来当主食都非常的不错 先准备十块钱的鸡翅倒在案板上 再像我这样在鸡翅的两面都打上一只花刀 这样我们在腌制的时候就更容易入味 也容易成熟 把鸡翅的两面都各划上两刀就可以 全部打上花刀后再盛入大一点的碗中 再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先切成片 然后再切成姜丝 几根小葱切成葱段 切好在一起放入鸡翅里面 再放入28粒干花椒 一勺料酒 少许食盐 半勺生抽 半勺蚝油 再下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这里要稍微给它抓久一点 让鸡翅都吸收调料的味道 抓拌两到三分钟后先放一旁 给它腌制20分钟 再准备一颗新鲜的玉米 去掉两头后再从中间切成两段 然后再把玉米改刀分成四小块 切好再放入盘子里面备用 准备半个红辣椒 把辣椒纸给它去掉不要 先改刀切成丝 然后再切成红辣椒丁 切好先盛放入盘子里面 几根小葱叶全部切成葱花 切好也盛放在盘子里面备用 再准备半碗提前三到四个小时 泡发好的糯米 经过几个小时泡发好的糯米 很容易就可以蒸熟 用漏勺把糯米全部捞出来 控干水分 然后再倒入大一点的碗中 往糯米里面加入一勺生抽 给它调一下颜色 再用筷子充分的翻拌均匀即可 二十分钟后 鸡翅已经腌制好了 再一个一个的把鸡翅给它挑出来 里面的葱姜花椒就不要了 然后再把鸡翅放在糯米里面 像我这样 把鸡翅给它裹上一层厚厚的糯米 裹好之后再摆入盘中 空隙中再给它摆上玉米 上锅蒸之前再给它喷上一点食用油 这样蒸出来的糯米和玉米颜色会更漂亮 锅中水开以后 再把糯米鸡翅放入蒸锅 然后再扣上盖子给它开中大火蒸25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来看一下 香气扑鼻颜色非常的漂亮 糯米和玉米都已经熟透了 撒上红椒丁和葱花点缀美味继承 这样一看上去颜色诱人 非常的有食欲 这样做出来的糯米鸡翅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爱吃 清淡健康营养又美味 我家一株至少要做一到两次这个糯米鸡翅 孩子们特别爱吃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就麻烦伸出您的发财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